帶頭巾的穆斯林女孩 在許多國家可能會被另眼相待 不過在印尼有一個重金屬搖滾樂團 成立十年以來突破各種阻礙 站上了國際舞台 在臺下觀眾的熱情呼喊聲中 扣人心弦的電子吉他 與強烈節奏的打擊樂音 讓現場氣氛瞬間沸騰 印尼這支重金屬搖滾樂團 三名成員不僅全是女性 而且還是頭巾包緊緊的女性 她們的表演風格 或許不像西方這類樂團那麼狂野 但成立十年來 從家人反對到社會的異樣眼光 她們經歷了各種挑戰 就算曾被家人當作重協要求去做治療 或者被污名化當成恐怖分子 這些都沒有嚇跑這三位女孩 對重金屬搖滾的熱情 她們是在高中時受到美國同類樂團的啟發 開始玩起重金屬 樂團名稱就叫喧鬧之聲 用意也在打破帶頭金的穆斯林女孩 向來柔弱端莊的刻板影像 這個樂團如今在印尼廣受歡迎 除了在週末的雅加達音樂節上 吸引眾多粉絲 也紅到國外 曾前往美國和法國表演 這個週末還印邀到英國 參加格拉斯頓伯利音樂節 成為第一個在世界最大露天音樂節 演出的印尼樂團 接下來她們還將創作新專輯 針對貪污 女權與環境等社會議題繼續發生 公視新聞的會名編譯